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台南大学生态际环境资源学系师生进行盐水溪口招潮泻调查研究,记录到九种招潮泻,显示当地生态资源丰富,不过部分期的招费土乱倾倒,垃圾随处可见,招潮泻期的日趋恶化。 南大生态系主任张元某说,师生们之前在盐水溪口是做比较零星的观察,现在则进行较系统性的调查,发现招潮泻期的确有恶化趋势,呼吁大家应正视这片泥潭地的危机,不应认为它是一块脏臭不堪的肺的,因而随意倾倒废弃物,甚至开发利用。 南大学生张仲杰去年开始在盐水溪口进行招潮泻调查,几个月下来初步共计录到湖边,清白,纠结清白,北方呼唤,呼唤丑,贾瑟琳,搓腿绿眼,窄招潮,图示招潮泻等九种招潮泻。 张仲杰说,其中,搓腿绿眼,窄招潮泻的数量很稀少,而搓腿绿眼的情况不是很好,他最多看到五只,而现在有一,二只就很不错了。 而当地漆的也有恶化的趋势,除了随处可见的垃圾,部分漆的也遭人倾倒于温废土,造成招潮泻漆地的消失。 他说,这些废土拦泥直接倒在招潮泻的漆地上,而解释好几个水门都有这种情况。 目前观察的结果,只有一处倒废泻的漆的招潮泻数量有回来,其他数量都是下降的。 张仲杰说,河口的泥潭地是招潮泻重要的漆的泥潭地的抵质对于招潮泻更是重要的环境因此,由于不同的招潮泻有不同漆的偏好,维持漆地的多样性是招潮泻保育的重要一环。 这些泥泻之地更扮演着大地圣像的角色,不仅招潮泻,更栖息着其他种类和数量丰富的生物,希望大家珍视这片泥潭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